大家好 今天来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物称物甲五甲子 这一个人其实把这个八字提出来 他就是想要知道说 有多少人认同这个八字是从火土 因为他火跟土很旺 他就把他想说是从事的 但是其实各位 他可能认为他是在学八字 但是我会跟他讲 你基本上是在学套命而已 为什么 因为转到最后 他还是在那边讲用神是什么 但是请问 当你们讨论这么多的时候 你批出来他的运程了没有 这是第一点 很多人讨论的很精彩 可是他其实没有批出什么东西 他是因为什么火土成事 一大堆讲完以后他的用神是火跟土 请问他到底批出什么东西了 各位没有批出什么东西 纯粹在打嘴炮而已 所以说学八字很忌讳这样 为什么 你批出什么东西了 何时他发生什么事 答案一点都没有 但是很多人往往以为这一种的讨论就叫做学八字 这个不叫学八字 学八字要批出什么东西 问题里连批都批不出来 只是纯粹在那边讲理 很多人就是溜于这样子 我们来看这个八字很简单 就木把土磕掉 财运不好 火神土磕水没有硬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么简单 就看他大运流年进来会不会改善而已 大运流年进来会不会改善 天该要用什么 用火 地支要用什么 火神土可以生金 地支可以用金 地支也可以用木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一些东西都会不一样 然后还有一点 这个人注重的是什么点 假设一个人他不重财 你在那边一直跟他讲财 你破财 你破财 问题他就不重视财 他说我要重的是什么 我希望我的工作 我财运其实还好 你再跟他讲财 他也不在乎 他就要重关 所以说各位八字的另外一个点 他所问之事的用神是不一样 所以说八字会随着你所问的问题而不一样 八字会随着你所问的问题而不一样 假设这是他 他要问他妈妈 对 由他的八字 你他看出 他跟妈妈真的处不好 他怎么样去修补这个关系 这个也是他的问题 他说不定他就重这一块 他才不在乎破财不破财 所以说所问的事情不同 他的用神不一样 这一点很重要 而不是单单在这一边一直在那边 那个只不过是他的运程的一个比较顺遂 哪方面比较好 哪方面比较不好 但是有些人不在意 所以说还有他们问的事情不一样 用神也会跟着不一样 所以说在八字里面就有这两种点 还有人的 每一个人的重视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单单这两个点出来以后 各位同样的八字 为什么会不同的命 很简单 因为有的人他重的是不一样的 不是所有人都重财 也不是所有人都重官 有的人比较重财 有的人比较重官 这是他的重视的点不一样 因为这个重视的点不一样 他所会问的事就会不同 他的用神就跟着不一样 所以说你纯粹在本命上讨论 你表示说你没有在尊重这个当事人 你根本不知道他要问什么 你根本不知道他在问什么 所以说为什么批命批到最后 我遇过很多 他也不知道他在批什么 到最后只知道你用神是火土 他永远都只知道这个 其他他都不知道 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 不知道 你到底哪方面好 哪方面坏 不知道 全部都不知道 那就只知道用神 然后说他的八字 然后像这样 火很旺 土很旺 批这个八字一点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 什么事都不知道 那八字是要先预判他的运势 根据这个运势去做相对应的方式 但是单单这一点他就做不到了 所以说存为理论嘴炮而已 很多人就是认为八字就是这样 当然有很多人真的就是这样 你从我视频的留言去看就对了 很多人真的就是流于这样 我也懒得跟他们 跟他们讲那些有的没有的 因为真正你就是批出外嘛 他到底会怎么样 很多人就流于 这个来讲的话 火土成事 所以说他从财 你从财又怎样 从财又怎么样 我问你从财又怎样 今年会怎么样 明年会怎么样 一一的批出来 这才是重点 一一的批出来 这才是重点 所以说 学八字的时候不要学这一种的 那一种的 去讨论区就好了 去讨论区就好了 不要来 不要来这个视频里面留这一种言 我连看都不想看 因为批八字是要把 这个人会发生什么事 批出来 何时会发生 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不是流于纯粹的讨论 你要讨论 就不要去批命 因为批命会害死人 不然的话 你批你自己的命 就好了 要害就害自己 我这样子讲 要害就害自己 就不要去害别人 你只要批自己今年会怎么样 你一年以后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这是最简单的 不是永远都是在那边 流于 为了要套这一个命 说他的用神是火土 所以说他之前走火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过去的事 那是过去的事 不要先知道事情才在那边 要硬套 要硬要赢人家 就批个他未来一年 这个才是最准的 这才是最准的 所以说各位 了不了解什么叫批八字的意义了 不是在跟人家争论 说他过去怎么样 他过去怎么样 跟未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跟未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要以为过去会怎么样 现在就会怎么样 很多人都是这样 其实他的运程 以为丙生年跟丁酉年都是火金 火金流年 所以说他在丙生年 很好 他在丁酉年一定也会很好 结果刚好两个极端相反过来 一大票 所以说不要用这种以为过去型 未来也一样的状况 因为你八字的一个五行排列 都完完全全不一样 是不可能有一样的情况发生的 所以说这一点各位要清楚 学八字要先记得这个 人重视的点 还有因为他所重视的不一样 他的用神也会跟着不一样 所以说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所以说没有什么固定用神特研 固定用神 往往人都死在固定用神这一边 所以说一下子用火 他觉得火很好 可能在丙丁火里面就只有一个好而已 其他都不好 结果他就在那边茫茫然 到底他的用神是什么 然后又开始在那边胡思乱想说 自己一定是特殊格局 天底下没有那么多特殊格局 天底下没有那么多特殊格局 所以说各位不要把自己的八字想的太复杂 大家都是普通人而已 身价上益的也一样 身价跟平民老百姓的 你我都一样 都是人而已 所以说批一定都批得出来 也不会说有什么特殊不特殊 大家都很频繁 所以说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一边 这个八字 我刚刚有讲过 他的用神有很多 但是会随着他想要问的问题不一样 他的用神也会跟着改变 所以说批命来讲的话 不要留于理论上的打转 实际你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